我请教兵哥 就是说现在这蛋的事情 有随着陈吉仲的下台而烧完了吗 还是说持续闷烧 随时引爆 当然没有烧完啊 因为当蛋会涨价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会继续炒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之前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缺蛋的时候 陈吉仲跟农委会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这个我们台湾共没缺蛋 都是有人在炒作 对 那你去抓 现在就是有人在炒作 你去抓 农业部怎么都死光啊 你们刚才去抓人啊 为什么不去抓 所以谁在炒作 其实从头到尾都农业部在炒作而已 那刚刚千惠你说 台北市高雄市都在追 对台北市高雄市动作都在追 可是一个真追一个假追 哦 我为什么这样讲很简单 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 台北市这边也有很多厂商啊 可是为什么台北市 去追中央续产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有进口袋的源头 就是中央续产会 所以你要追当然是追中央续产会嘛 你追下面的厂商也没有用嘛 因为这些厂商 第一个流向 他只掌握一部分 那掌握最多流向的就是中央续产会 然后再来源头 我们这个蛋不只要查流向 还要查源头啊 他这个蛋到底是从巴西哪一个养机厂来 到现在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 所以当然要查就是要去查续产会 可是你看高雄市政府 威人局很贼啊 他从头到尾就只查台农跟信心 对 照理来讲你都对台农跟信心一直开罚 那他不愿意讲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往上去追中央续产会 那为什么高雄卫生局连碰都不碰 很简单嘛 他就是要把停损点停在台农跟信心这上面而已 他根本不想往上追 从头到尾就不想追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再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真追一个假追 就这么简单 那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高雄市政府都已经罚到四百万了 对一个厂商来讲 但农不是都讲他们利润很微薄吗 这些但但商应该利润也不会太高啊 一下罚到四百万 这些人不会受不了吗 那为什么不愿意讲 为什么不愿意讲 照理来说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啊 如果按照这些但商来说的话 他但多中央续产会给我的 对 然后保存期限 他们就说席选完一个月 那剩下就是自己随便 那你就告诉大家 你那个中央续产会给我多少弹嘛 多少弹之后 然后我派到哪一些卖场去 就这样子而已啊 这资料为什么不能给 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不能给 显然不止这么简单 对啊 一给出大事 因为很明显嘛 现在 我老实讲 绝对不是像当初他们所讲的 中央续产会把弹运进来 运进来之后就给厂商 给台龙去洗血 洗血完之后就送到大卖场 根本就不是这样 从头到尾就不是这样 所以他不能再讲 他宁愿被罚 因为被罚这些钱 将来只要你没有把民进党抖出来 将来他还可以安排其他的东西 来让你再赚回来都没关系 可是如果你抖出来 就是整个体系 一串肉粽 大家一起挂 所以死都不能讲 然后这个詹顺贵更好笑 什么叫詹顺贵讲说 你这样叫人家怎么给资料 为什么不能给 如果说你认为你只想给跟台北市相关 那你就给啊 跟台北市相关啊 至少所有流向台北市的你全部给嘛 对啊 不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能给 那其实更简单的就是 你直接把中央续产会进来所有的弹 进到全台湾哪一个县市 全部公布就好了啊 你一次公开 对啊 你一次全部公开就好了 这为什么不能给 张顺贵你告诉我啊 为什么不能给 你们进蛋的资料这么够杂 到底是什么机密啊 我实在不懂 我不晓得这个蛋里头 你到底是进的是 一般的鸡蛋还是原子蛋 这里头是有什么 核生化反应是不是 今天我在网络上看到 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 所以有个网友 他那个蛋保存期限还没有过 一打开里头是绿的 我的天啊 绿的 跟巴西国旗长很像 有人说这个就是台湾价值的颜色 我不知道 现在其实这种东西 真真假假一大堆 我跟大家再强调 这到底是真的消息假的消息 目前还没有经过确认 可是就是因为 你不愿意公开透明 才搞得人心惶惶嘛 我讲一句实在话 进口蛋不可以吃吗 进口蛋当然可以吃 为什么不能吃 但是就是只要你把 从来源产地 就像我们的台湾的鸡蛋 都有履历一样 你把整个履历 全部公开透明告诉我们 然后保存极限标示清楚 大家想吃的就去吃吃嘛 就没有什么问题嘛 你今天是为了一个 飘洋过海的巴西蛋 你把它搞得不清不楚之后 现在连土耳其蛋 泰国蛋 澳洲蛋 美国蛋 全部都出问题 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这谁害的 这农业部自己害的啊 所以 你今天其实要解决 这个蛋黄很简单 就是 你把所有的进口蛋 你只要从哪里进口了 你就从进口哪一家 泰国哪一家饭饭机场 然后经过多少时间到台湾 你把所有的食序 全部都标出来 到台湾经过哪里加工 经过哪里洗血 然后到哪一些大卖场 全部列出来 在网上 让大家自己去找 就没有疑虑了 不就这样 怕的人就不要吃嘛 这个太诡异了 就是 数量的部分完全都不拢 所以兵哥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讲说 搞不好根本没有进那么多 是啊 是有可能啊 因为 现在进多少什么东西 全部都他们在讲嘛 大家不要忘记 包括海关 包括中央续产会 包括整个农业部 全部都是他们的人啊 那老实说 真实的数量到底是谁查核的 我也一直觉得很纳闷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 超级不合理的点 就是他们的蛋 进了台湾之后 摆在中央续产会的仓库 有了一百就是两三个月 请问一下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明明都知道 现在市场 假设照你们所说的 市场这边的产量 已经稳定了 那你应该可以赶快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蛋可以不用进 或者订购数量不需要这么多 那为什么是还持续这样进 我就在怀疑一件事 真的有进这么多蛋嘛 对 到底数量真的是这样吗 他说总共到目前为止 进了一亿四千万颗 到底是一亿四千万颗 还是一千四百万颗 我不晓得 因为我现在很担心 会不会有人故意报假账 然后到中间赚差价 反正我们农业部现在根据合约 就是只要他那边有出货单去 只要有估价单 我们就直接给钱喔 所以完全是账面喔 那反正负责查收的又是专业续产会 只要这边的告诉你说 跟农业部讲说 对我有收到不就结了吗 是不是 那这个数字完全任由他们掰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 为什么不敢公布这个资料 这真的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这个蛋都已经过期了 然后讲过期了反正你也卖不出去 你就公布会怎么样 就是不能卖嘛 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为什么还不能公布 这流向到底去哪里 说真的鸡蛋能够能做出什么东西 难道这牵涉到什么国家机密 我们台湾是发明人用利用鸡蛋做 做核弹吗 我不晓得 我们应该没这么大的本事 如果没这么大的本事就直接公布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 把你从一开始决策的会议过程 全部贴出来 然后所有进口蛋的所有资料 也全部都公布在网上 这样子一律自然就消失 蛋价也不会涨 大家该吃的人就会去吃进口蛋 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议 这么多争议都是你自己搞出来 对这个鸡蛋危机啊 如果从选情上来讲到底是谁的危机 那是赖清德危机 有需要像赖清德吗 这个可能我们还要持续在关注 不过另外一方面来讲 是不是区域立委选情受到了冲击 那这是来看到今天自由时报的报道 包括这个 有人就是指出 尤其现在呢 可能对蓝营来讲的立委选情是看涨的 因为区域加上原住民可以有近40席 不分区部分维持既有13席 渴望超过50席 那当然你要过半目标是57席 要朝这个目标来迈进 那么相关党务人士说 明年选举国民党的立委版图 一定能够跨越浊水溪 那再加上侯友宜 他本身是嘉义出身 有本土草根 过去母鸡所没有的特质 防美期间展现了国家领导人的格局 选情逐渐升温 绿营执政不利 相信能够在南台湾有效开拓票源 不过鸡蛋危机这件事情 先冲击到这个小鸡可能扛不住 我今天听到宇轩怎么看 因为确实有很多民进党在 地方上的这些区域立委的参选人 觉得说饱受压力啊 那刺激反而是国民党的机会 这些小鸡们的机会嘛 所以各位你要去看一些最新的民调 当然大家对于总统大选担忧 但是我都看反面的 什么叫反面的 最近一份这个 应该也是邮盈隆董事长的民调 说蓝 绿 白 三党分别的喜好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民进党是成为国民党三成七 然后民进党大概也是三成多 这是代表一件事情 现在的选民过去大家都讲说是 两党独大蓝力对决 但是对于现在的选民上来讲 我才不管我喜欢什么我就支持什么 那你说那这个又代表什么意义 因为你今天看总统大选你会一直困惑 就是说蓝星德一直领先 然后蓝白缴获成一团 然后两个民调加起来跟蓝星德差不多 但你去看看区域立委的选情 我讲民进党在这一块绝对是挫在蛋 真的是挫在蛋 首先我们刚才讲到喜好度 所以我讲如果说在不分区立委的席次 四六比不为过吧 民进党拿四 国民党加民众党拿六不为过吧 这是一个大警讯 代表在野的力量六成 那这个东西你放回到地方上的选举 它又会相对一个单纯 因为地方上选举今年最大的特色是 民众党只提了大概八席左右的区立委 而且这八席都是投在这种 讲比较不好听就是所谓的垃圾选区 什么叫垃圾选区 派式抵定不会影响胜败的 今天你艰困选区那种一对一 one by one 五十五十 他不会给你派人 他都派那种你可能国民党本来就稳输的 或者民进党稳输的他才会派 然后都派只是一个代表性意味性质而已 甚至连部分区的席次也没有提好提满 他们都会拉到就是一个刚好的幅度而已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会产生一个效果 民众党拿他该拿的 可能比如说最后总结果可能 五席八席甚至十席 十席还可以十席 但是剩下的那六成都会被国民党拿走 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等到这件事情真的发酵了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状况 我们今天不讨论总统人选 今天在地方上的选情跟席次赛来讲 国民党跟民众党我敢直接在那边讲 很有可能直接十字过半 那民进党他可能最后只剩下四成左右 他席次铁定是萎缩的 所以你再反过头来 你看一次赖清德的布局就知道了 赖清德今天票派苗博弈 派他的民主大联盟 他有觉得这些人会赢吗 其实那些人不会赢 他也知道这些人不会赢 他要做什么 我管你什么立委什么赢不赢 反正大家来帮助我选上总统最重要 这赖清德的逻辑 你从他的立委布局就看出来这样的逻辑 他个人选赢最重要 对啊他就是要总统他个人选赢 否则你看谢佩芬 他怎么样照顾人家 你的子弟兵 就派去当神丰特工队 那个必败无疑的 当做练经验长知识 然后给人家缴学费这样吗 那不行嘛 所以你没有想要赢 否则你现在去问谢佩芬 佩芬你为了我赢 你选举会不会赢 对不对他觉得一把鼻一把眼泪 为什么我能在这里 我是谁我在哪 就显然是选区的不对嘛 他不是他经营的选区 那你说这样的布局 难道是不是能让立委 席是最大化吗 没有 赖清德根本就不管 所以你现在他们小鸡 小鸡当然焦虑 但是焦虑也有限 为什么 能赢的他就觉得反正我赢了 我自己顾的好 我把自己顾好就好了 但是会输的做什么 各位还是有后路啊 今天如果赖清德选上的话 这些人难道不会鸡选升天吗 都有位置 对嘛你瞧我也会啦 你这什么会 反正能巧能巧 你没有会就国营失业 我能塞就塞 反正这些人最后 都会让你有个好的去手 好的归处 所以我在这边跟选民 选民讲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今天不只是新潮流的问题 今天不只是赖清德的问题 今天是如果说 你好不容易透过立委 其实是选出了一批有能耐 而且代表民意 超过半数民意 希望民进党下降的力量的立委 结果这个时候因为分裂的问题 因为赌气的问题 你却让赖清德当选 你以为说只有赖清德一个人吗 不是 6000个职缺 他都会把这些你最为厌恶的徒子徒孙 跟新潮流整个派系 塞到总统府塞到行政院里面去 到时候他们就每天看着他们吃香喝辣 即便你选择立委再好每天骂他 都没有用 所以最重要还是什么 最重要还是除了说我们刚才讲到 区域立委可以赢之外 整个行政权跟整个总统人选 才是至关重要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益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助护 是 入口 有助护 加剂 二人工添击 有助护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